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炮抢先报 他们的cover story的名称是独家揭露907位议员的小金库 然后他们是做了37年来第一次全台议员配合款的大调查 那在选前 哇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议题 那探究我们160亿的纳税人的义务钱怎么花的 那选票能不能够格除改变这样的一个政治生态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他们商业周刊的主管以及资深记者 一位是副总主笔田席如 席如你好 你好大家好 经常看到你的调查采访的一些记录 那另外一位是资深记者管务员 务员你好 嘿大家好 我就叫小管好了 好 席如你现在跟我们讲一讲 为什么起心动念还是说已经隐藏很久了 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心念想要去做这样一个调查采访不容易 你们是什么进行的 我们是希望说看这次的选举哦 就是除了蜂蜜凌红之外 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些严肃的议题 特别是配合团这个制度已经存在了37年 那我们是跟燃点公民平台 还有投票指南网站合作 就是他们透过那个爬书资料的方式 从22个县市他们每半年会公布一次的那个地方议员 议员的地方建设建议事项资料里头 它有逐笔每一个人建议了什么工程项目 多少钱的预算通过 有一个清单 所以我们从这个大数据里头去爬书资料出来 要大工程耶 真的很大工程 总共有六万多笔清单 六万多笔 因为我们只针对本届的议员 前三年的资料比较完整 花了多少时间 花了一百天 加上我们整个动员起来大概十几个人 十几个电通那个燃点平台那边 以前我跟陈东华我们俩在新新闻的时候 我们去做过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调查 也是在选前 看哪些立法委员他们有前科记录的 调查人家所谓的电脑 他拿着这个所谓的小的那种 秘书机 那我负责什么 我就负责拿到他们的身份证字号 就是内政部他们不是有一大碟 我们拿那个资料进去 然后看了 我们俩就合作 趁人家那个中午午休的时候 我们就进一个小房间去干这种事情了 你们防弹背心穿了多久 听到你时代不知道怎么搞的 这没人来对付我们了 我跟你讲 那时候立法委员的前科记录 还有强暴的 最多是票据罚的 大部分大概有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 如果票据罚格就是delete掉 可能没那么多了 可是很多立法委员明代 都是穿着西装的狼啊 那我们这边请问小管 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配合款 为什么议员有配合款 既然是37年以来 那显然就是说总有第一次吧 那我记得立法委员他们自己也有类似的小型工程款之类的 那在议员这边呢 其实立法委员部分比较没有 现在应该是没有这种制度 那议员配合款 其实最早开始 我们查到的 可以看到的资料 其实是1979年 那时候行政院是为了说促进地方基层的建设 所以他在中央剥了一笔款项 然后要地方相对拿出配合的经费 那久而久之就演变成说 地方在他们自己预算里面 变列这笔经费 变成说好像议员可以来 就是来指定 就是每一个议员大概平均有多少个coda 就是说啊 我这个假设今年我们变了5亿好了 然后可能我有40几个议员 那我们平均分配 大家心知肚明说这个是多少钱 这个配合款呢 他可以用来指定说 我要指定修我选区那个桥梁坏了来修 或者是马路破了我要来补 或者是说补助一些社团 那这不是政府要该做的吗 这个我们预算是议员监督的吗 对对 那我监督你怎么用 然后是由公仆来帮我们做仆人吗 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调查 觉得说莫名其妙的地方 就是你怎么可以求员兼裁判 那我们在访问过程当中 议员自己们都告诉我们说 哦确实是有一些议员都确实觉得说 这个确实有点 但是都编了吗 嗯 大概多少钱每一年 每个地方不一样 最早是20万 邵恩兴在当台北县党的时候 那现在一路涨 就每个议员一个 一个人quota20万 1981年的时候 一年20万 那么那么钱很大 那个是1981年的时候 那后来一路演变 假设以新北市为例的话 目前是1200万 一个议员 一个人一年1200万 1200万可以干很多事情啊 但我们必须强调就是说 它这个制度37年来 其实经过不断的改名字 就有一些变变变的过程 那有一些县市也试图改善它 但是它始终存在的就是 行政机关里头有一笔款项是保留 让议员来建议或指定 就是他们现在改了各种的说法 那钱怎么拨用 但是钱仍然是在预算里头 那是在预算里面 要拨出去给他们的户头吗 还是说要怎么运用 不会那么白这样子 应该全部907个人都在牢里了 那他们做法是说 它可以具体反映 它说地方上需要一个 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就提一个案子 到地方政府去 地方政府就在 它预留的预算里头 拨 它有一些金额超过10万以上 还是走一般正常的预算程序 了解 在这个可控的范围内 但是他们有建议权就对了 那可以告诉大家说 这是我用的 好那这边就是小管 你帮我们介绍 你发现了七大类别 或者七大手法 就是他们可能什么样使用 用在哪些 琳琅满目都有 琳琅满目就是包括说 宫庙的神明 的神将 或者是宫庙的石雕 或者是 地方那种社区的 可能妈妈的制服等等 就是你看到 也是会傻眼的说 诶这东西 土风武妈妈的制服 对 但是我想 这是我们在看到说 也是蛮傻眼的部分 那其实这七大发现 都存在已久 那这次我们是做了一个收集 就做实地址的房差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原来说每一个县市议会议长 议长或副议长或大咖小咖的议员 他的额度扣打是不一样的 差多少 可能可以差到最多可以差到三四倍 那如果我一千二百万 那他就三千六百万 甚至四千八百万 对 那给他两亿算了 哇 还有这种差别 对 很议长呢 这个是 这是我们爬梳 那个投票指南里面的数据看到的吗 就是大家可以 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翻译一下 他们的数据 上面其实看到 前面一二名 大部分都是议长 或副议长 那第二个发现就是说 有一些是那种 他们额度如果用不够 可以大家互相借 可以互相挪用啊 可以互相借 但是可能就是 比如说 我是A议员 你是B议员 我A议员用完了 我跟B议员借 那怎么借法 就是说 B议员拜托啊 那个我差一点 你帮我签一个单 议员就可以签个单 然后就 算在B议员的帐上 可是是帮A议员做事 可以互相授受 互相授受 第三个方法 就是说 因为小的嘛 小十万以下 就可以不用采购罚 他可以 就是我可以 就是比如说 那个学校需要十把琴好了 那他就是签一个单 十万元以下 让那个学校 自己去找厂商 或是有一些议员就发生 或许司法案件都有嘛 就是 议员指定某一些厂商 学校你必须跟那家厂商买 这以前的 好多年以前就是 路路续续都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那第四个就是 我们发现说 不同县市 有不同 就是偏好的工程类型 比如说台中的议员 特别爱压马路 那桃园的部分呢 他们特别喜欢 帮学校买东西 对 这是很奇特的现象 或者是说 像台南市的 可能水利工程特别多 这种 对 看谁的武功 武艺专长在哪里啦 就对了 对 就是每一个县市的需求不一样 那这个的问题是说 那久而久之 那你议员经常去 补助学校 或是发钱给学校 这不是很奇怪 那学校是不是 要听命于议员的 喜好来做事呢 或是做任何事情 都来求你帮忙的 有啊 像有些学校每次 什么典礼啊 或什么活动啊 都看到 家当会或要求 对对对 全部都是政治人物啊 对 然后就介绍 这是谁的啊 这是哪一位阿姨 那是哪一位怎样啊 都叫得很亲切 原来是这样 学校是很好的装脚啊 哦 因为有小孩 但是有爸妈 有阿伯阿母嘛 对 当然我们也必须说 就是可能学校 他们是真的 有需要的需求 才去做 但是因为有这个制度 导致说过程当中 会发这种扭曲的状况 那第五个就是说 哦 地方政府真的很聪明 就是说因为过去这种 小型工程款 大部分是编在 县政府的第二预备金下面 那现在大家在骂嘛 或是主技术行政院 一直在发函说 我们不要再编这种东西了 于是呢 他们就把这笔预算打散 分到各个局处下面 就比如说 公务局下面 我大概编列说 比如说我县市政府里面 我有三百条马路 那我每一年大概就编个 可能几亿的钱 是准备来修这些马路的 那其实大家就会心知肚明说 这个几亿拿来修马路的钱 就是我一个人 可以拿来建议的 的额度 那大家平均一下就知道说 哦 这个大概一个人多少钱 好 小管目前只说到第五个 我就瞠目结舌了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马上在进段广告 回到现场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 两位商业周刊的 像管务员 还有田锡如 田锡如现在是副总主币 那管务员小管 我们刚刚听到他给我们介绍 哇 真的瞠目结舌 他是商业周刊的资深记者 他们带来他们这一期的封面 独家揭露907位 从北到南 各个县市的议员小金库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议员的配合款 那37年来首度揭露 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说 零零种种的不同的类型 而且不同的金额 譬如说我一个议员 我37年前我可能猜多少钱 那我现在可能一个人 一个议员 我一年就拿到1200万 我可以指定各式各样的名目 然后我做我的业绩 然后我告诉选民 以后选我 我可以造福相你等等 那小管我们继续来 就是说你刚刚讲的12345 已经有五大的类别了 你再帮我们讲6号7号 第六种就是 县市政府会帮议员量身 订造他们配合款的使用方法 因为我们发现说过去啦 就是说你这个这笔钱 大部分是编在资本门 或者是金厂门 资本门就是所谓的硬体建设 你只能买采购 或者是做工程 那金厂门的部分就是 你可以拿来做活动 软性的这种所谓 那就有新北市的议员告诉我啦 他就说我们以前 他们一个人都扩达了是1200万一年 那发现说 原来大家补助活动社团 这件事情比较多 那于是他们就把这个额度给调整了 以前是各600 资本跟金厂 那后来就把金厂门调高到800万 因为方便大家使用嘛 就是指不头的明目 他使用的这个弹性不一样 对不一样 这比较方便嘛 太方便的设计了 方便门 然后再来第七个就是说 虽然我们现在是调查22个县市 但其实还是有我们拿不到资料的县市 比如说 彰化 彰化县他就不公布 谁建议了什么事项 他只有公布金额 或者是工程项目 那他的理由就是说 因为保护个资嘛 那其他县市为什么不保护呢 这就是要问招 就是要换岁 就是要换岁 卫明府会县长 这要请教你 是县市 是县长这边的权限嘛 对不对 是县府的权限吗 应该是府会他们之间 会有个公式 主计处就是没有在公布 那宜兰也没有公布 那嘉义市的部分 他们有公布 每半年就会公布一次 但我们发现说 哎 表哥打开都是空白的 哎呦 这不好意思啊 然后我们就也是 对我们也问了说 哎 为什么都空白 那对方那个单位代表 就也不好意思就说 我们就是发给各个单位去填嘛 就是说谁建议的 什么事项追踪一下 那填后来就白的 可是有无限想象空间 你不公布 或是说你挂零 这个阳光照不到 就没办法监督 我们会无限想象 比如说你的金额 是不是有更多 或者说你用在 更离谱的明目上面 这个就是 没有办法 透明化是基本要求 对 所以总共几个县市 挂零的也算 总共没有公布的 那应该是 三个 只剩三个 张化宜兰加义市 那我们常常会 劝人说往好树巷 十九个 其实这样 你们有做一个排行榜 对不对 对 这边由副总主笔 田锡如来跟我们讲 那个排行榜一匡列 一排列下来 那就知道了 哪些县市 它的配额款 它有个顺序 有个排名 对 我们就是根据 每一个地方政府主寄处 它所 那个科目 叫做议员所提地方建设建议事项 就是整个配款流变到现在以后 一个资料最完整的地方 就是汇集在这个名模里头 那我们用这个 各地方政府提供数据去排名 就排出了各个十九个县市 就有公布十九个县市 它们的前三名排行榜 就扣掉刚刚讲的 加一市 它有公布啊 它挂零啊 还有张化县跟宜兰 不公布 其他十九个县市的前三名 我们会看到很多 其实都是议长或副议长 就像前面提到的 他们的quota 或者是能够动用建议的影响力比较大 所以预算通过的金额也比较大 那比如说像台庄市的第一名 是副议长张金照 那他的家族过去曾经有从事过沙石业 那很有趣的是他的建设的 他建议要做的工程呢 很多的也都跟道路有关 跟台中的偏好 其实台中很多议员都喜欢开马路 刚刚听说了 像屏东的议长周典论 他也是很有趣 他的建议项目 我们爬梳了一下 发现说 哇竟然多达了八百多件 就是前三年 他建议了八百多件 很多其中大概有95% 都是十万块以下的 就是比如说一个庙里头 可能石雕是一个案子 神明的衣服是一个案子 就是发现很多 很灵性 可能这位议长蛮关注细节上的需求 这样也切蛋糕切比较小块 就雨露君专嘛 对不对 他也比较活用 还有呢 我们也有发现雨露君专行 就是有一位宗教王 就是有一位议员他特别 就是这可能超越县市议长了 超越议长 但是每个议员有不同的偏好 或他们有不同的特色 比如说台中县议员张全新兰 他的配合款呢 全部都拿来补助教会 然后每一个教会 就是他那个选区的教会呢 每一间大概都是 有拿到十万元上下的配合款 没有别的另外的 除了教会没有别的 主要的 主要的几乎都是教会 对 哇 他完全是寄注到他的宗教领域 他自己的信仰 那个教会 能有 但他是那个选区雨露君专 就是每一间都有 每一间教会都有 然后也有这种 喜欢照顾那个社区里面活动中心的 像桃园市的那个 履林小凤议员 他就是在他选区 十七个里的 里面活动中心 也全部都有 帮他们争取经费 然后那个 我看到 像比较知名度高的 几位都会型的议员 譬如说这个黄珊珊 我很讶异 她是人行道网啊 因为她所建议的项目里头 我们发现 那个跟人行道有关的 她争取了 大概大一半的经费 就是她争取项目当中 有一半都是用在人行道 那还有一位就是 也是台北市的市议员 何志伟啊 他是马路王啊 他的项目 他有三千五百多万元的建议项目 都是用在那个修足道路上 但我们都有问他们本人 请他们回应啦 那何志伟是强调咯 他的选区从阳明山到设置岛啊 很多造势路段啊 很危险 所以他就是建议 又建议整修道路 让道路更安全 那黄珊珊的回应是说 这个民众反应嘛 民众反应路灯人行道要修缠啊 所以他是提建议 好 那你们事实上有排行榜 刚刚提过了 就是社区工程 Top1 就是屡林小凤嘛 那宗教工程 这位真的是非常特殊啊 叫张权新兰 他是哪个县市 他是宗教王啊 台东县 台东县 我看到右上角都有县市别 那台东市有一个 景观王是林世昌议员 他就是议长啊 对对对 无爱美但无更爱美花 这你们下的标题 另外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位啊 这个我很好奇 就是两位可不可以回答我 就是他们会觉得 我这个给挖马路啊 凹凸不平啊 或说我就算是 益住到教会景观 这都不是我掏到腰包里面去啊 我是为了公益啊 为了我的礼民啊 为了我的选民啊 这样有什么争议吗 其中会不会有 我觉得有两个层次啊 一个是弊案 真的有发生过弊案 这个层次我们可以稍后再谈 但是就算没有弊案 就算议员的建议是拿来 反映地方的实际需求 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疑虑 就是说比如说 有一些水利上的工程 或道路工程很重大 比如说建国高架桥的 杂道要拓宽 我们会很好奇说 这件事情为什么等议员说 政府才要做 对 那我们的政府都在 平常在睡觉吗 就这不是政府本来该做的事情 怎么会留了一个quota 或者是留了一个明目 让议员变成他的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就会变成 责任政治不清楚 这样互相挂的时候 比如说地方政府 他可以出来说 你不能说我没有做 你看我花了这个钱 然后议员说 你不能说我没有说 这都我建议的 所以就会大家在争吵政绩了 但我们的疑问是说 议员的政绩就是这样吗 就是这些吗 我们期待议员要做的工作 是帮我们去监督政府 有没有做好事情 还是互相抢说这条路 这个人行道是我做的 而且这次某种程度 一听就知道是挂钩嘛 就是我讲的不是 弊案或工程上的挂钩 而是说我挂给你 这本来是我该做的 那我让你拿这个政绩 就我们互相友好 本来的监督关系 变友好关系 变友好关系 辅惠是没有监督的嘛 对不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下一段我们来剖析 这样的一个工程款 或者说我们讲说配合款 它衍生的弊端 还真的有弊案了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邀请两位媒体人 一位是三重看 副总主笔天希如 另外一位是资深记者管务员 小冠 你们来讲一讲 就是说 刚刚希如讲的很是道理 就是说 这中间有一个生态 那照理说 应该是我已经有这么大弹性了 而且行之就有年了嘛 37年来都是这样运作了 那为什么还会产生弊端 真正形成弊案呢 最近是不是有六个议员被抓 就是这样 最近新竹县有六个议员 就在十月份的时候 他们吸手入狱嘛 那主要就是用配合款这件事情 就是用配合款跟出版业者 就是勾结卖书给学校 卖软体给学校 然后再从中收取回扣 主要是后面这个 对不对 产生对价了 对 产生对价关系 所以这个被抓到 这没什么好说 你就是用这些图例自己嘛 那过去好几 好几个案子 都是走这种路线 比如说像之前 那个屏东县的议员 他叫林亚纯 然后他老公就在民间 成立一个社团 那因为屏东县 他的配合款 可能可以用来补助社团 于是两个人就吸手诈骗了 诈领了县政府 千万元的补助款 这什么诈骗 还有外面成立的一个 外面成立社团 然后我跟议员申请社团经费 那议员就签一个便签 然后他们提报一个计划书 送去给市政府 县政府 那OK 这个钱就过了 就肥水绕入我自家田了 就对了 就是把一个 隐藏在县政府预算的quota 变现成现金拿出来 这应该很多耶 只是有没有被抓到而已 这很容易 欧龙世都被这样运作 这个都是很明显 大家可以知道说 如果你有让这个制度存在 他就是有可能会扭曲成这样 但我们也必须说 就是在访问的过程当中 确实我们会看到说 地方确实有需求 计程有需求 议员也很认真 有的很认真 去帮忙地方争取一些建设 但是如果是因为这样 有好的议员在坏制度下面做好事 这个制度就可以被认可是好制度 如果是好制度 那就不应该发生 像刚刚前面讲那些乱七八糟的弊案 那如果是一个制度存在要仰赖一个议员 他个人的平信操守 那这种制度是合理的吗 就是这个是我们这次想要做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去讨论跟想一下的事 其实我记得就是说台南市长那时候的赖秦德 他曾经在刚上任不久 他就说要取消 就是这个配合款吗 对就是这件事 目前其实有三个都市 就是台北市台南市跟高雄市 都已经宣布他们取消配合款 那实际上取消就是我们之前谈的那些quota的制度 就是取消了你一个人一年多少钱的这样子的制度 那他们现在改成了 改成了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地方建设的建议事项 也会有一些清单 就是说他们虽然取消了固定额度制的配合款 但是仍然让议员能够用具体的提案 向市政府争取经费 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在讲的 就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监督制衡 他会让他模糊化 那当然这些议员其实后来有都来跟我们反应喊怨 甚至很生气 觉得不能跟别人混为一谈 但是我们想要问的是说 这就是一整套的制度之下 当那个制度存在的时候 你认为你是做好事 但是有人能够利用他做坏事 因为他很容易能够被利用来做坏事 那会不会就是说 那你刚刚讲的三个直辖市 他们便是说 就刮巴掌就是说 我不让你们分配一人一千两百万 你们自己什么签个单子就可以如何 就是说你们要提案上来 那会不会变成一个 那我就拼命提案了 我要拼命提案我才能够被通过 然后我才有钱 才能够造福相里 可以这样讲吗 其实很多地方议员可能也都会这样子 但是某种程度就是会限制掉很多 就是说没有办法提案的这些 他就变成比较消极了 不是说我原先一千两百万 所以我怎么样花用 我指定花用 当然没有额度制 某种程度来说会比有额度的好一点 因为有额度他直接视为自己的释放钱了 他就直接这样运用 但是没有额度制仍然会有灰色地带 就像小管前面讲的 他就真的仰赖你的超手了 我可以建议更大笔的金钱 但是我可能是为了 好真的看到地方需求的公益 但是我也有可能那更大笔的金钱 让我更有办法去勾结或做其他事 就后面这个会不会演变成必案的部分 我们真的要请司法机关认真调查 行政机关认真公布才会知道 但是我们目前能够做到 就是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制度 在他制度存在的设计本身 可能是有容许很大弊端发生的空间在 那37年来有没有自己议员本身有自觉 就是说我看你们报答是有一位 就是你们把他名字写 那这个不是在同僚之间获得很大的压力吗 他会变黑五类啊 对他们确实 确实是 有一些议员就是有公开的倡议说 我们不要用这个东西 但那个议员也形容的很有趣嘛 他就是说就一锅饭在那里 如果这个教育经费是 教育局把它拿出来给议员分的 每一个人一碗饭 你自己不成 其他人都成 那难道要我自己的选民饿死吗 他讲这话非常的精准 的形容说 因为制度就在哪 那当然其他人都有资源 而你不去拿的时候 你的选民当然会质疑你 为什么人家有我没有 如果真的取消我们还是活得好好的嘛 活得好好的 用预算来 行政机关该做的事还是要做嘛 那我们要政府干嘛 那我们就是反客为主了 就是要议员来执政了 执政了就对了 而且我们从这些项目 还看到另外一个更进一步的现象 就是说他们建议的项目很基层 那我很想很好奇 那请问里长在干嘛 乡镇长在干嘛 这些事情的地方 区长在干嘛 对如果有需要的话 不是这些人要反应吗 那些人也是我们花那岁钱在养的啊 区长还官派了耶 对啊 我就不要讲我住哪个 其实很多人知道 我就讲说号称有多少个志宏池 经过你去看看荒煙漫草啊 整个都盖 把那个志宏池都盖掉 那个真的有大的水患来 根本就没有办法 发挥志宏的功能了 所以百废待举 有很多事情还要做的 但你有这样的一个制度了 那个议员用满布的 你们的数字是907位 照理说我们应该活在理想国当中啊 我们每年有1200万照顾我们 结果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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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等一下我们休息下来 我要请教两位帮我解惑 那或许等一下再把小管刚跟我们讲的分明 别的我非常的好奇 怎么用学校 对这怎么用 还有就是说可不可以解答我 为什么我们那么经常挖马路 而且我们都知道月到年底要消化议算嘛 我没用完 我不给你挖一下 我钱怎么出得去 好消化掉 对不对 怎么消化掉 这个都是有美感的 我们休息一下金融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邀请两位资深的媒体人来跟我们揭露 而且是独家由商业周刊独家揭露的907位 现任议员他们的小金库就是配合款 那小管我们如果在细分的话 有你们自己也有做表 还有另外一个排行榜 就是花最多钱的五大工程项目 花最多钱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跑六万多笔数据跑出来的东西 那大家可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比如说道路的道路开辟的 或者是像台东市一个御文国小的礼堂新建 这个就花了五千五百万 那他们都有挂提案的议员是谁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看的时候项目都会觉得奇怪说 你这个道路的开辟 你这个市政府不是应该主导吗 市民要什么样的交通的便利性 你政府应该有规划 或者是说一个国小的礼堂 学校礼堂 为什么要议员来建议 就是我们也去实地去采访那个学校 他们学生蛮辛苦的 因为建校的时候可能经费不足 所以没有礼堂 那他们毕业典里都要跟其他学校借 这件事情他们建议的地方 他们学校也想了很多年 但是很多年之后才议员建议之下 OK通过这笔钱 这笔钱五千五百万 照理来说教育局应该去安排 为什么要有议员来建议 对对对 就是那所以没有议员建议的学校 就没有礼堂 就是你给他一个非常大的权利 你是我医生父母 要找你才有用 我找政府没有用 这就是让我们觉得纳闷的 就是民众可能在基层 他们都觉得说 我找公务机关很慢 我找议员才会快 这个印象就是 才会造成这个制度 一直这样可以被各方所共融而接受 这是非常扭曲的 所以花最多钱的五大工程项目 包括礼堂嘛 还有防水工程等等嘛 这边都有表列 那其实经常在挖马路那是干嘛 尤其到年底的 我们自己有想象吗 是不是你预算没用完嘛 对有地方官员告诉我嘛 就是说在这个配合款制度之下 当你有quota要花完 年底到了还来不及花完的时候 你就很有可能把它拿来做成 变成一个浪费的建设 因为你也舍不得花在别人的选区上 那自己的选区已经想不到什么东西 可以花钱了 就会形成预算上的浪费 这就是把整个这个行政机关 该做整体规划的这个整个预算大饼 把它细碎化之后 变成每个议员 你一块我一块 他一块的时候 就很容易产生浪费的现象 那议长如果他吃我的三倍四倍 那三千六百万 那我花不完怎么办 或是我腐烂怎么办 对这就是我们质疑这个制度存在的 最大的问题 会不会就跟特别费一样 就是那个历史工业 就是说那他们如果这个配合款 用不完怎么办 我想办法在年底之前赶快 那个马路上礼拜才挖过 我没有办法执行 这个消化完全的预算 我就把再挖一次 除了这个办法 如果他还是花不完呢 所以他就会变得很容易产生弊端 比如说我们前面看到这个弊案 也发生过 有的就是 就是给空白签单 议员买空白的签单给厂商 因为厂商可以拿议员签单去申请 配管的经费 那真的很像特别费 然后钱申请下来以后再给回扣 那为什么这么宽松 他们签个单 我听刚刚小管讲来讲去 都是讲到说 填个单子什么的 他就说议员我监督政府嘛 对不对 那你相对的话议员也要被监督啊 为什么给他们一个这么宽松的 只要签个什么纸条干嘛的 就是2004年发生的那个案子 就是你只要用一个议员用签 就是一个 然后议员签个字 拿到市政府就要买单了 好 我看到其中还有一个 就吃喝玩乐的费用 也都是靠这些变相师活动费用 那这个东西前面有花刀口上 我说实在真的蛮浪费 浪费 我想骂匪类的 就说你车玩乐掉 这个没有公共建设啊 对不对 对 这是有议员跟我们这样 就变招待了嘛 就是说 对 因为新北市有这种状况嘛 就是他可以拿钱去补助社团的活动 那议员自己跟我们说 这太浪费了 这就很像选举经费了 对 这太浪费了 因为我们就是你们上线周刊是为了我们健康的一个政治生态的一个成立继续存在嘛 我们必须要越来越健康嘛 不然这是搞什么嘛 对不对 那两位结论嘛 所以怎么样我们能够处理这个 我们讲就是说 这个小金库 我觉得第一步一定是公开透明化 就是把不只是这种地方建制的建议案 就是所有议员的官说 就要像美国那样 整个游说制度公开 你才能够接受大众监督 你要经得起监督 然后第二步是像这样子在地方政府里头挖一块预算 让议员来分配的这个制度 请彻底取消 不要不管他改了什么名字 彻底的取消掉 那同时我们也呼吁 就是说 九百多位议员里头 当然也有人觉得他没有拿来乱话 或他没有拿来贪污 那请你一起来把这个制度改革掉 那第三是我们希望选民 自己也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说 你真的要看到你议员招待 吃喝玩乐 他才是好议员吗 对 或者是你身边的有需要建设的方式 你有没有更强力的方式 去监督你的地方政府 做他该做的事 而不是又要透过议员转一手 就或者是你应该督促议员帮忙监督政府 做他该做的事 而且议员变成恩公 那包括学校的校长都要跟他拜马头 要鞠躬哈腰 这个制度谁造成的 对不对 好这个小管呢 你要不要下个结论 我真的担心 你们现在是37年以来独家报导 变成47年我们都变老女人 我们还坐在这家 都没办法改变 或者说换心血人进去 有些是造反的 要革命的 有些新政治势力 或许他们是一个办法 抗拒这种方法 把它推翻掉 我们会蛮希望说大家都 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 是希望大家都注意到这件问题存在 然后大家一起来改变它 我真的希望有奖项可以颁给上一周看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报导 改掉这个制度对我们来讲就是最大的奖项 这是真心话 不假 既然我们飞弹谈 你们飞弹报导 我们借由你们的这个内容来谈 还在选举前谈呢 有人说我们很有勇气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它沦为阵底之间彼此操作的事情 就是抓我们一两句话就互相打来打去 因为你们有什么No.1有这些特定的对象吗 这不是你们主要的目的 对我们的那个脉络里头把这个制度来容去卖 跟它的存在的问题讲得很清楚 我希望所有的议员们以及他们的选民们认真的读 认真的理解这个制度的问题在哪里 不要让又沦为口水在 好谢谢这个调查采访 现在谢谢商业周刊 那谢谢两位丽丽我们节目 谢谢习如跟这个小管 谢谢谢谢 好再努力 谢谢再努力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请收听联网 抢线报告我们Danny主持的音乐123